受连日梅雨封面的影响 高雄南横山区累积雨量将近200毫米 惊人雨势造成汇流河床 抬升超过了3公尺 而且另外超不到6公尺 就会达到明霸克路汴桥的通红断面 担心溪水暴涨的汴桥断裂会再度重演 公路局在今天立即前往严密监控 加上受地震的影响 27号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将实施预警性封闭 探紧河水夹杂大量土石滚滚往下流 眼看河流分支成好几条冲刷桥墩 现场人员不敢大意 就怕下雨溪水暴涨如猛兽般说来就来 公路局提高警觉严密监控 受到25号梅雨封面影响 高雄南横山区累积雨量将近200毫米 造成玉碎及老农溪会流口河床抬升超过3公尺 另外差不多6公尺就会到达 明霸克路变桥头红断面 现场相当惊险 连续的梅雨封面已经下了十几天了 明霸克路桥刚变桥的 目前已经有开始进行相关的河道疏通的工作 梅雨季节来临天气形态不稳定 容易有致灾性降雨几率 就怕好不容易重建的明霸克路变桥断裂 也再次上演相关单位时刻紧盯 另外不止天气25号清晨4点多 受到台东地震波及公路局也发出公告 27号美山口至向阳路段将实施预警性封闭 台20公路沿线都有一些零星落实 公路单位这边就配合这个雨量 来启动我们的预警性公路 就怕落实枯木掉落 杂商用路人 施工人员双重确认路段安全 并急忙清除掉落物 要在大雨来临前做足万全准备 记者中文报导